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开高或者是反弹 势必会产生所谓的卖亚 所以你会看到昨天的国际股市大涨 带市 今天的台股果然就是一个开高走低的这样子的盘市 那当然这个盘 随着指数这一波的这样子的修正 再加上国际股市的反弹 新的格局即将要产生了 那所以我们现阶段保留至少超过70%的陷阱 现今的部位为的就是接下来新的格局 那当然我们先回过头来 为什么这样是说是新的格局要产生的 可能现阶段整个指数下来的过程当中 短短四个加益率跌了快400点 又开始有空投的言论一直拼命在恐吓各位 叫各位去追空去放空去赶快去空股票或者是空指数 但是说一句坦白的 你今天我们来看很多的事情之后 你今天特别是你今天看完节目之后 你就会明白没有这么快 甚至多方他还有他自己的机会存在 来我们先来看 国际股市特别是道琼 这一波你要特别去观察道琼 不是NASDAQ 不是所谓的S&P500 也不是费城半导地 这一波最重要的就是道琼 为什么道琼特别重要 因为道琼它是中大型股所构成的指数 而中大型股所构成的指数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它主要是由外资在引领 那从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道琼如果能够指纹 也代表了全球的外资 在股市 债市 房市一大堆 或者是一些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选择上面 我们能够看出说 外资到底是不是要从股市去扯出 所以这一波是道琼是最重要的 道琼指数 目前的格局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持续观察一件事情 就是一万八千点 是不是能够确定稳定的守住 昨天的道琼指数 它出现一个强烈的反弹 反弹了两百多点 反弹了两百多点 站回了一个所谓的季线 但是颈线还没站上 然后先前的一根上个礼拜 有个长黑也还没有完全吞噬 所以我们不能说已经确认质问 或者是已经回到整个大多头的趋势 这个是从短线上的角度 但是呢我们从比较长期的格局趋势来看 它这边第一个 它这边有一个景线 这个是最近三个月的时间的景线 然后先前的下方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景线 这是底部起涨反转上来的景线 所以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格局是什么 上面有一个小头 下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底 所以它就形成上下区间的震荡 除非它能够做吞噬站回颈线往上攻 再拉出一根漂亮的红黑棒拉上去 否则接下来它的格局就会慢慢形成 所以它的格局慢慢形成就是 在一万八千点以上到一万八千三百五十点附近 做一个比较大的区间震荡 这个是目前比较合理会发生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还会再思考另外一层面的问题就是 一万八能不能够在未来持续守住 还有另外一个前提 很多人说美国九月要升息 我们来看美元指数 如果今天外资对于升息的预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今天美元指数它不会呈现是这样子的弱势争 所以九月二十几号的这个联准会的会议 利率决策的会议 以目前外资从美元的操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 升息的机会真的不大 所以在美元它没有大幅飙升的情况之下 升息的机率没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整个回过头来 你说倒穷 然后跌破一万八 机会也不大 所以接下来 在中秋节过后 台股新的格局就会产生 所以在最近这几天 倒穷的格局也会产生 但意思就是 这个格局就是所谓的进入一个比较大的区间震荡 在这个大的区间震荡 那外资对于台股的态度 对亚洲股虚的态度 就不会一直偏向一直要卖股票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整个再回过头来 再回过头来 明天的台股在是放假之前的最后一天 收红的机会非常的大 前提是美股 其实说一句真的 只要美股不用不破一万八 倒穷不破一万八 收红的机会都很大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先定义出国际股市 在花个几天时间去观察之后 我们目前所预估进入一个所谓比较大的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 那花个几天时间确认说 它在这个位置就是进入区间之后 那自然而然 台股也符合我们先前所预测的 中期的多头格局是还没有改变 只是短线上它因为跳空的下跌 进入一个月线下弯 季线走多 变成一个区间震荡 跟美股的格局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投资朋友 我一开始才说 在这几天可能你又会忽然听到 这个放空的一直叫你去空 一直叫你去空 所以我才说 这个格局一切都还没有确定 我们先保留至少70%的现金 等这个格局或者是形态 或者是趋势确立之后 我们再行动作 所以我这几天的标题才是下着 中秋节这个什么 不要满手股票去过中秋 意思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从这个筹码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 均线的角度已经是呈现这样子的格局 跟趋势了 季线上扬 月线下弯 那呈现的是一个狭幅的 开始进入一个区间震荡盘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如果从一个所谓的 筹码的角度来看 外资如果在美股确定稳定之后 我们统计到昨天为止 外资 统计到昨天为止 外资买超的现货部位 当初外资 从这一天 英国脱欧之后的隔天来去做计算 外资买超现货的部位到昨天为止 总共是还有2400亿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去判定 外资或许 它不会像之前 这个一路这样子 一路这样子一路买 但是 当美国股市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区间震荡的时候 你说外资 一路卖超也不可能 因为他们稍微一卖 你也知道 这一卖就会下去嘛 很快就杀到自己的脚 他的骑货的部位 他的骑选择权的部位 避险的部位 根本不够去cover他的现货 2400亿的这个多单 所以他也不可能这样杀 所以我们整个回顾过来 如果就形态的预计 的确接下来要盘一个很大很大的 右肩的可能性是增加的 但是你也不用听到说 早知道是要盘一个很大很大的右肩 哦那急得赶快去扣 也不用 为什么 因为时间会拉得很久 所以多方有他自己的机会 大区间震荡的时候 就是各股表现的事情 好 我们这样谈过来之后 我们先把盘 先逐渐一步一步的 一律先化解清楚之后 那我们再来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在中秋节过后 我现在所讲的都是 中秋节过后的规划跟布局 明天是这个最后放击廉价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你要调整股票的 你还是必须先做好调整 那在中秋节过后呢 就是那个礼拜一 就是9月19号 就像我今天在看整个盘式 有些个股 它是盘中的击杀 标准的 拉高高 倒出来 这就是昨天赵老师所说的 如果您是内支 你在接下来 这两天 你会怎么做 拉高高 击杀1568的仓佑 所以这段股票 明天你还是要走 OK 那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再回过头来 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在中秋节过后 我们既然 第一个如果确定了 国际股序的稳定 第二个确定整个台股的开始 进入一个 下一个新的格局之后 它就变成是一个 多方的区间震荡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接下来说 选择的方向跟各 自然而然 就像我刚刚所说到了 中秋节回来之后的 那个礼拜一 已经是9月19号 所以投资朋友 你在这两天 以及在放假的时候 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明天事先调整好持股 如果你已经跟我们一样 事先在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 已经陆续都在调节持股的 以及你也听到上个礼拜五 我告诉你说 不再买新的股票的朋友 你现在跟我们会员朋友一样 手中现金至少有超过七成的 你要做的功课 自然而然 你要寻找的是 接下来投信所选择的标定 因为在9月19号 放假回来那一天 礼拜一之后 投信就会开始密集的作长 第三季 季底的作长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两天 盘非常重要 是观察你接下来 下一波你要布局什么股票 当然我所选定的产业 车用也是其中一块 那如果说投信有要做其他国票 我们自然而然也会去做 但是整个重点核心的产业 还会是在这用 我们举一档个股的例子 3552的通知 非常的有趣哦 这档个股昨天 哦杀得很凶 昨天杀得很凶 对 我先前说过的通知 外资在低档一路是呈现 站在买方的态势 我们看昨天的外资 昨天外资似乎有卖一些出来 卖了367张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在先前这两天低阶的部位 这两天接的部位 我们以这个很短的角度 先来思考 这两天接的部位 昨天杀下来之后 下去 开 开瓶 杀下去之后 马上就有人防守 比起其他好多的股票 似乎同志 影响不大 了解这个意思吗 当然我不是说我接下来要做同志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这个角度是告诉各位 车用的龙头同志 他还是外资还在防守 因为毕竟昨天外资在现货部位 是卖了150亿 以这样的走势来说 他算是很合理 但是我们等当然整个反观过来 你可能会问到说 那张老师 那个剑林勒 或者是其他的将生呢 等等我们接下来会看十几点 所谓的看十几点指的是什么 我们要先确定几件事情 今天剑林是算是收的不是这么好看 讲坦白的 虽然说我们先前已经全数获利下车了 但是从剑林最近整个孤段的久迟来说 目前是还没有出现破线破甲的状况 筹码也还没有凌乱 有机会我们观察一下 会员朋友 你就等这张老师的通知 在中秋节过后 这个今天的节目就主要几个重点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 明天是最后调整股票的时期点 如果你手中股票一大堆的 千万不要满手股票去过中秋 因为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了解这个意思吗 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电咨询 张老师会告诉你 会给你答案 告诉你手中的股票到底要不要卖 有的股票在今天出现买点 有的股票才刚刚起跌 所以务必在明天最后一个交易日 放比假之前 做好调整持股的动作 谢谢各位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